我们是功能性纺织品专家中良工业 中良工业成立至今45年 我们隶属于南梁集团 我们在全球有七个服务据点 公司经过多次的转型 我们现在主要聚焦在协材纺织品 全球有七个服务据点 更是国际品牌指定的供应商 为什么要做品牌 中良在国际品牌上推广了多年 我们也拥有多项的专利技术 但是新市场的客户 还是常常不知道中良在做什么 那跟我们长期的合作伙伴 也搞不清楚中良的强项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的团队呢 在推广的时候也常常会被客人问到 那我们知道我们内部出了一些问题 却找不到方法要翻转 那当二代接班的时候 我们找到一个很好的契机 我们决定要来做品牌 希望透过品牌再造 能够凝聚共识 也能够对中良呢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企业形象 如何让全员买单呢 是我遇到最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中良工业是属于B2B的一个商业模式 很多的同仁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要做品牌 做品牌不是一个成品 才应该要做吗 我们只是卖材料 为什么要花时间和花费用来做 那更有同仁认为 做品牌不就是换一个logo吗 参加品牌计划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 让高层听到员工的声音 公司上下重新认识真实的自己 当公司的这个品牌定义呢 愿景使命被重新定义出来之后 同仁们的行为准则也能够一致 那我们也相信呢 对外的语言也能够统一 那在我们重新聚焦 我们的产品开发 以及我们的客户群 我们的服务品质提升 那我们也深信 订单也一定能够跟着提升 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是 B2B的商业模式 做品牌 一定要top down获得支持 那导共事的话呢 要button up 找一位呢 跟公司文化契合的专家 来辅导大家 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做品牌其实不难 最困难的是呢 我们要如何 把这个品牌的效益呢 延续及扩大